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介紹 三 畫 怎麼樣畫工程屏 我們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呢 這是一個畫屏 畫屏其實像在空間中 它有一個 brown的屏面 跟一個 right的眼鏡 它有一個 cut的屏面 那它的屏面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們從上面的眼睛 如果在這上面往下看的話 我們所看到的樣子就是它的屏面 就是上四處 那如果從右邊這邊往這邊看過去的話 我們看到是外紫的屏面 實際上這個樣子就是我們的右四處 當然從這邊看過去的話就是前四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看到什麼樣子呢 我先看看這個圖片 我們如果是從前面這邊來看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 假設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像用前視圖 從前視圖 也就是我們眼睛在這個角落 看過去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像我們看到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 花屏的樣子 這個樣子的一個花屏的樣子 所以它畫出一個尺寸 就是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的前視圖的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的前視圖的樣子 我們過來看就是電子的樣子 從上面看過去 像這個動作如果從上面看的話 像就是一個通訊圓 然後再從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好幾個通訊圓 然後稍微放大一點 然後再看到這樣的通訊圓 裡面一個圓圈 然後這邊一個倒爪的圓圈 外部這邊一個圓圈 這邊還有一個圓圈 這邊還有一個圓圈 那有沒有別的 有哦 像這邊還有一個圓圈 來用從上視圖看不見 那在看不見的圖上呢 一般來講 標示我們要標示層的曲線 像這個圓圈 在上面也看不見 所以它標示層的曲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圖圖要畫好什麼畫 我們從上面來看的話呢 我們會畫 首先畫第一個圓 這是磁心的圓 這也是磁心的圓 那這也是磁心的圓 你看看它都是磁心圓 只要你看到劍的線 都是磁心的圓 磁心圓圓畫完了 它外面還是磁心的圓 畫得不太好 好 磁心的圓畫完之後 那接下來叫畫曲線圓 這邊用不同顏色來表示 一般來講不用 在真正的工程圖 不用別的顏色 但是這邊會比較閃 讓大家看清楚 然後畫曲線 曲線就是最底下的圓 最底下的圓 那曲線表示 畫圓圈之後呢 不單純這樣 我要標示尺寸 等一下標示尺寸 接下來這邊還有一個井口的地方 還有一個小的圓圈 它就是看不見的時候 要標示圓曲線 畫圓圈這樣子 好 畫完之後呢 我們進去看標示尺寸 像外面這個圓的尺寸 我們要知道這個尺寸是 直徑是245 直徑25通常你可以畫成 這個箭頭要描向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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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直徑是25 如果只要所有的圓芯 像這個我們想要標示這個地方的圓芯 我們就必須標示 這個鍵頭要朝在圓芯才對 瞄準圓芯的位置 那個可以從圓芯拉出來 這樣放 這樣我會標出你的尺寸 它的尺寸是52 那就標示它的尺寸 就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再看一下 右側式圖 我剛剛看的前式圖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右側式圖 像它前式圖跟右式圖 長都是一樣 長都是一樣 那其實我們就這樣子畫 像這種是完全對稱的 你看 右式圖跟前式圖是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就畫成這樣的式圖 所以我們就畫成這樣的式圖 所以我們式圖也是這樣表示 可以看一下就這樣 像在畫式圖的時候 你可以先 有時候我們就畫中心線 中心線 讓大家知道這東西 中心線在這裡 中心的畫法就是一長一短 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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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長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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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中心線 那接下來你就畫 它的 你所看的到的都畫出來 實際上我們現在有電腦幫忙 實際上手繪已經慢慢的沒有動 但是習慣手繪會幫助你思考 有時候你再看一個東西 你要先用手繪來看那個感覺 那如果你有方格直接幫助的話就更好 那我們今天畫完之後 這樣就結束了 沒有 像我們的中間裡面還有一個 洞 這個洞也可以畫出來 這洞是看不見的線 這邊就劇一畫虛線 這邊是有一個導角 劇一畫虛線 劇一畫虛線 記得盡量要讓你的線 長短子一字的虛線 它沒有穿過去 所以它是有一個 好 虛線畫出來 這邊是有一個導角 那虛線 好 虛線畫完了之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要標尺寸 對不對 這邊看一下 這邊是一個外徑 對不對 外徑你可以這樣標尺寸 導角 我們如果是要畫這邊的尺寸的話 因為它原先導角之前 它的尺寸在這邊 這尺寸是8 這邊寫8 這樣大家就知道怎麼做 那中間這個尺寸也是一樣 那中間這個尺寸也是一樣 我們要畫出來 從這邊切齊 就是Fy 做到在5.1 那我們知道尺寸 這樣就完D 那麼還沒有 圓沒有標出來 這邊是不進 那就是FyS的不進 這樣就好了嗎 並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樣從這條線 跟這條線 這個距離也很重要 不行 因為在距離改變的時候 你的畫圈長現在就不一樣 這距離要標出來 那距離不是直徑 是風險關 這距離是10 那這邊有個距離 然後我們從這腰身的地方 這邊有個距離 這距離有個是8 然後這邊有個距離 這距離是7 那完全標出來 叫你的前勢度 或者是優勢度 這前勢度跟優勢度 是市場所完成的 然後我們再數量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草圖的畫法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就是你在畫地裡圖之前 最好都能夠畫一下草圖 那在畫草圖之前呢 可以想像一下 最好有個方格子 可以感受一下 看看你現在圖畫的東西 真實的大小大概是多少 我不用平衡想像 以上 謝謝大家